原班人马多了奖状和奖牌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每年都会评选推荐给国人 优质的儿哨节目 名单中常见到公共电视 客家电视台等公共媒体 所制播的节目 相较之下也观察到 商业电视台的儿哨节目数量 比较缺乏 因为儿童不是主力的消费族群 所以不是广告商最喜欢投资的 而且儿童也认为应该要被保护 而不受广告的影响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儿童节目的制作 对于大部分的业者来讲 都是不服成本的 所以你也可以看出来 其实在商业的电视台里面 儿童节目是非常稀缺的 公共电视因为它有被赋予 这样子公共服务的责任 所以它就必须常年的来制作 这个文类的节目 那也很好的成果 那但是依照法规来讲的话 商业电视台也应该要制作 这一类的节目 但是大家不是很有兴趣 也不是很愿意投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更需要鼓励 更需要鼓励 在节目制作深受广告主 投放预算的现实影响下 常担任儿童节目颁奖人的 美观董事邱嘉宜说 人看到有媒体与制作单位 愿意投入儿童节目的制作 相当难能可贵 现在的儿童 你要不知道 他们都非常的阅历 非常的广播 对不对 他什么都看得到 所以要怎么样让他们有兴趣 而且要有内涵 要有教育性 要有知识性 要有引导性 要有启发性 那就非常困难 那你在节目的形式上 要在节目的内容上 要怎么去结合得很好 那我想这几年得奖的节目 都是非常的厉害 那在形式上跟在内容上 都能够不断地推陈出新 有的用动画 有的用实际节目 然后有的各种各样的方式 那我就觉得非常的难能可贵 希望大家继续加油 除了期待媒体界 增加儿少节目的制作 针对儿少常接触到的新闻环境 邱嘉宜也呼吁媒体 能避免暴力等负面内容 保护儿少的身心发展 在国外早就很多人做过研究 比如说你电视里面太多暴力的内容的时候 那其实对儿少会有一个 含话性的不良的影响 这个是媒体的含话理论 那还有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就是说新闻会造成模仿效应 所以当我们新闻里面出现这一类的 容易去搅扰他们的感受或是情绪的这种内容的时候 那所以我们要考虑到说儿少的观众 他们的承受力或是说他们被搅扰的程度 可能是高于成年的观众 所以为什么在电视的这个规管上 我们要去注意儿少的保护的这个问题 无论是节目或新闻内容 对儿少的身心发展都具有深刻长远的影响 需要媒体界一起努力来健全儿少的传播环境 第二十届的国人自治优质儿少节目五星奖颁奖典礼 也将在1月9号隆重登场 美观董事邱嘉宜也感谢中加数位股份有限公司 积极参与并赞助经费 支持儿少五星奖活动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